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在即将来临的2024年总统选举中 这个关键的地缘政治挑战却先少被提及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与习近平的会议中 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重大议题 但在选举舞台上 候选人们却依然停留在表面经济威胁的口号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竞选舞台的不平衡 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竞争 还包括科技 军事和人权等多方面的挑战 尽管中国的核武库和军事扩张不断增加 却似乎无法引发候选人们的深入讨论 反而 经济谈判和贸易关税成为了主要焦点 但这些议题远不能涵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从台湾的潜在冲突到TikTok的安全问题 这些都是候选人们不敢触碰的话题 即使是副总统哈里斯在演讲中提到中国 也不过是流于形式 缺乏实质内容 难道这种对于中国的沉默是因为政治正确 还是因为候选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无能为力 接下来 我们将深入分析 为什么中国问题在这次选举中会被边缘化 以及这可能对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分析其背景 内容和观点 这篇文章由资深白宫和国家安全记者大卫 亦桑格撰写 桑格先生在报道五位美国总统的职业生涯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在国家安全 超级大国冲突和技术竞争方面的深刻见解 文章开篇便点明了主题 尽管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 这个问题却被简化为若干套话 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家安全团队几乎一致认为 中国是未来几十年内美国最强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者 其挑战涵盖了从人工智能到半导体 电动汽车到生物科学等众多领域 除此之外 中国在过去几年内核武库规模翻倍 与俄罗斯的新伙伴关系可能颠覆美国的防御假设 经济层面 几年前 美国经济学家还担心中国的迅速崛起 而现在他们更关注中国经济 放缓及其工业产品过剩 对全球经济的潜在灾难性影响 同时 台海战争的风险和TikTok等问题 也让局势更加复杂化 尽管这些问题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中 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在竞选活动中却先有实质性的讨论 中国问题在竞选活动中被简化为经济威胁 而更为复杂的战略竞争 劳动力准备 投资方向和国防重组等问题 则被搁置一旁 桑格称 这种情况为情况是 竞选路线不平衡 他解释道 如果某个话题在华盛顿引起广泛关注 那么除非美国士兵在海外冲突中活跃参与 否则他在竞选活动中 大多只能听到一些陈词烂调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本周 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讨论了包括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 支持在内的一系列紧迫问题 然而 在竞选活动中 这些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你可能会认为 中国问题涉及各个方面 例如从我们在沃尔玛购物到地球变暖 从人权记录到温室气体排放 进步派应该关心 而保守派则关注中国海军的增长 和高超音速导弹测试 然而 中国问题在总统竞选中 仍然没有成为持续和实质性讨论的主题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 只提到过一次中国 随后便转向了俄罗斯 特朗普也不再像在任期间那样 谈论与习近平的伟大贸易交易 而是指责北京对新冠疫情负有责任 并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关税的讨论虽然重要 但与中国的战略问题相比 它显得微不足道 下任总统上任后 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在太空 网络空间 海洋核心出现的核导弹 发射井中的军事扩张问题 将会成为情况是会议的焦点 北京和莫斯科的新关系 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拜登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首次承认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 中断这两大对手的伙伴关系 这让人想起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战略 安静的 拜登还改变了核战指导 将更多的焦点放在中国 可能拥有的1500枚核武器上 这个数字似乎在邀请冷战时代的辩论 重新上演 而一个没有候选人愿意触及的话题 则是TikTok 特朗普曾威胁要禁止这款应用 但现在改变了立场 哈里斯尚未表明他是否认为 这款中国拥有的应用是福还是货 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去年的一句话 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禁止TikTok 你将永远失去所有35岁以下的选民 接着 文章提到 特朗普试图将竞选重点放在军事问题上 希望通过对比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场面 展现自己作为稳定力量 然而他的竞选团队与阿灵顿国家公募官员的对峙事件 却成为了头条新闻 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特朗普对军队不敬的长期批评 再次点燃了他的争议 尽管如此 许多退伍军人仍然支持他 从多个角度分析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中国和作为美国最强大地缘政治挑战者的地位 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全方位的竞争压力 包括技术 军事和经济等方面 美国必须在各个方面进行调整 以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 其次是竞选活动中的中国议题为何被简化 这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 即在竞选活动中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 往往被简化为容易理解和传播的经济话题 候选人倾向于使用简单的口号和政策承诺 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 而不是深入探讨复杂的战略问题 第三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尽管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中断中俄伙伴关系的战略 但具体措施和效果尚未明了 这表明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需要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 最后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尽管他的竞选团队试图利用军事问题吸引选民 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他对军队不敬的形象再次受到质疑 这可能对他的竞选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特朗普仍然拥有大量忠实支持者 特别是在退伍军人中 总的来说 桑格的文章揭示了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面临的复杂和多层次挑战 竞选活动中的简化讨论 无法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 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政策和战略来应对 随着2024年的总统选举临近 我们期待候选人能够更全面地讨论和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分析和评论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rg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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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